高速路上司机遭遇飞来奋破 面目全非 车辆瞬间支离破碎 车祸现场 男子为何口出谎言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我在现场 2017年4月6日18点13分10秒 在浙江杭金区高速公路 杭州方向333公里的蓝锡出口附近 发生着惊险一幕 根据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 一辆白色轿车正往杭州方向正常行驶 当行驶到前方红色大货车附近时 突然在画面左侧的中央隔离带里 窜出一个车轮 砸到地面 并瞬间弹起 冲着轿车方向飞来 直接砸到轿车引擎盖的右侧 随后又撞到前挡风玻璃的右侧边缘 弹了出去 在事发瞬间 车身又明显震动 同时引擎盖碎片 落到了前挡风玻璃上 车头冒起一股烟雾 事故发生后 轿车司机急忙将车停靠在应急车道上 因为受到撞击 白色轿车受损严重 右侧引擎盖严重凹陷 前保险缸断裂 值得庆幸的是 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那么这只突然飞出的车轮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随后赶来的交警 立即对事故进行了调查 轮胎从哪里飞过来 看到的吧 从哪飞过来 我是看到 这车从那个 像这个栏啊 从这一边 就垮到那里 这个是从那个堆下飞过来 在调查过程中 交警突然接到指挥中心传来的消息 一位司机刚刚报警称 自己半挂车上的两个车轮丢了 为了安全起见 他已经将车停靠在 蓝锡出口附近的服务区 接到消息后 交警立即前往调查 原来事发时 半挂车司机正往渠州方向行驶 当行驶到蓝锡出口附近时 车辆右侧第五轴的两个车轮突然脱落 其中一个直接飞向了对象车道 恰巧杂到行驶的白色轿车 那么半挂车上的车轮 为何会突然脱落呢 你车上两个都飞掉了 一掉都是两个 这样一掉都是两个的 车上怎么会掉掉呢 轮达螺丝断了 轮达螺丝肯定是时间长了 长到锈掉了 那轮达螺丝断了 原来半挂车司机在上路前就知道 车辆右侧第五轴的车轮螺丝有些松动 但是他想开完这辆车后再去修理 没想到的是 固定车轮的螺丝在行驶途中突然断掉 导致两个车轮脱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21条规定 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 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 进行认真检查 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 或者基建不符合技术标准等 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 事后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 金华支队一大队 对本起事故做出责任认定 半挂车司机负全部责任 白色轿车司机无责任 2017年4月10日 在辽宁省丹东市振兴钢材市场 西胜利街前员酒店门前路段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 凌晨3点34分左右 一辆面包车游戏向东市来 当行驶到转弯处时 车辆突然失控 静止冲向中央隔离护栏 并发生侧翻 连转两圈后方才停下 现场尘土弥漫 地面上到处散落着汽车碎片 一片狼藉 事后当地交警立即对本起事故进行调查 当时你走的时候出现什么情况 原来事发前 面包车司机驾驶车辆 尤其向东正常行驶 当行驶到该路段时 车辆的左前轮胎突然爆胎 又恰巧行驶至转弯处 并且车辆的行驶速度很快 这才导致车辆失控 进行的是 事故中面包车司机在行驶中 使用了安全带 所以没有受伤 事后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交警事故一大队做出责任认定 由于面包车司机驾车前没有给车辆做安全检查 所以引发了这起事故 在本起事故中 面包车司机负全部责任 这时发生在贵州省铜仁市松丛高速铜大段离器交通事故 2017年6月24日晚上20点30分左右 铜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 碧江大队民警在巡逻时发现 在铜大段两公里处有火光闪烁 走近一看 眼前景象让他们大吃一惊 执法记录一画面显示 在隔离护栏旁边有一个车轮正在熊熊燃烧 大火不远处停着一辆黄色货车 见此情况民警立即对现场进行临时封锁 通知铜仁市营运管理中心应急大队 铜仁市碧江区陆证执法大队前来试救 同时对黄色货车司机展开调查 原来事发前 黄色货车司机匡某正向万山区方向正常行驶 当行驶到该路段时 由于车辆存在严重超载的情况 制动效能下降 导致车辆右后侧车轮脱落并自然 索性事故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事后 贵州省同仁市公安交通管理局 高速公路交通警察碧江大队 作出责任认定 在本企事故中 黄色货车司机匡某负全部责任 这是发生在浙江省胡州市省道204线 安吉孝四段的一起交通事故 2017年3月17日16点3分左右 一位男子骑着电动自行车 在道路上正常行驶时 从画面左上方突然窜出两个车轮 将其直接撞飞出去 事后通过调查民警得知 这两个车轮是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曹冠车上的 由于螺丝松动 导致车轮脱落 从而引发了事故 而电动自行车驾驶员 由于伤势过重 经抢救无效死亡 因为曹冠车司机没有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 引发了本企事故 所以当地警方依法对其做出相应处罚 俗话书 开车出门几件事 汽油机油刹车 轮胎喇叭灯 这些都检查好之后再出行 这件看似很小的一件事 却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车辆是否存有安全隐患 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行车安全 而且注重车辆的保养 也会提高车辆的使用色命 所以在这里 平安365提醒大家 在上路前 千万要直指细细检查车 切勿匆忙忙就上路 深夜街头 男子为何疯狂撞车 胡说迷离 肇事司机究竟在哪 平安365 我在现场 继续播出 安徽省怀年市交警张晏 在2016年12月18日的夜里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事故双方在现场争吵不休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在现场 事故发生在安徽省淮南市洞山东路 与民主南路交叉路口 22点24分左右 交警赶到现场看到 一辆白色轿车停在十字路口中央 在画面左右两侧的车道上 分别停载另一辆白色轿车和一辆货车 车体碎片散落一地 现场一片狼藉 事故中三辆车不同程度受损 其中停在路口中央的白色轿车车尾右侧严重凹陷 厚保险杠大面积脱落 据了解 停在十字路口中央的白色轿车内 还坐有一位孕妇 孕妇因事故受伤后 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 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根据货车司机描述 停在画面左侧车道的白色轿车 是这起事故的肇事车辆 原来该男子就是肇事车辆的车主谢某 据他描述 据他描述 事发时是他的表哥开的车 而且事后逃逸 正当交警要对此情况进一步调查时 货车司机的一句话引起了交警的警觉 在现场双方各执一次争执不休 肇事车辆车主谢某口中的表哥 难道是他捏造出来的吗 对此交警对事故中被创的白色轿车司机马某进行了询问 遗憾的是 白色轿车司机在事故发生后救人心切 并没有注意到肇事车辆内到底有几个人 一时间调查陷入僵局之中 到底谁在撒谎 为了了解事故真相 交警立即调取了事发地附近的监控 根据监控画面显示 2016年12月18日 22点24分54秒 一辆白色轿车出现在左转弯第二车道 此时入口的交通信号灯直行为绿灯 左转为红灯 白色轿车减速慢行 行驶至左带转区停下 随后一辆红色大货车出现在直行车道 向前方正常行驶 这时 肇事车辆突然从左转弯第二车道快速驶来 并企图超过停在带转区的白色轿车 在超车的时候 左侧车头撞上带转区白色轿车的车尾右侧 由于惯性 肇事车辆右侧车尾直接撞到大货车车头的左侧 最终停在了左侧车道 肇事车辆停下后 货车司机和带转弯轿轿车内的人员纷纷下车 赶到肇事车辆前查看 一分钟后 从肇事车辆内下来一位司机 此人正是肇事车辆的车主谢某 从肇事车辆停下来到谢某从车内下来 整个过程根本没有看到谢某口中的表哥 由此可见 谢某就是本起事故的肇事司机 那么他为什么说谎 他接下来的举动让警方震惊不已 从监控画面中我们看到 事发之后 谢某曾下车 与被撞车辆的司机进行商谈 随后他突然开始不停地向其他人鞠躬 下跪 谢某一样的举动引起了交警主意 并立即对其进行调查 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 根据检测结果显示 事发时 谢某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 130.8毫克 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事后经调查 交警了解到 几个小时之前 谢某在家中吃晚饭时喝了酒 酒后与家人发生了争执 一气之下就开车出去兜兜风 不料发生了交通事故 事故发生后 谢某害怕自己酒驾的行为会被警方发现 于是将事故中的其他两方盗窃 企图隐瞒自己的酒驾行为 所以就出现了监控视频中显示的一幕 而令交警更为惊讶的是 在事发起 谢某驾驶车辆 在一段限速70公里的道路上严重超速 车速高达每小时100公里以上 并被路面电子监控抓拍了两次 直到行驶至事故发生毕时 仍然没有减速迹象 案发到晚宪某醉酒驾驶本次轿车 连洞山等路 游喜汪董行驶至机场轰运的路口 由于酒客多 误认为前方左转完车道 正在等候红绿灯的奇亚轿车在行驶中 等人反应过来时 拆取措施已经来不及了 随后与奇亚轿车发生了碰撞 县某深知最牛驾驶机动车是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随其在等到交警来到现场时 谎称是其表格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 按照操作规范 安全驾驶 文明驾驶 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 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 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谢某为了宣泄郁闷的情绪 不顾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酒后驾车在道路上超速行驶 这种漠视交通法律法规 缺乏交通文明素养的行为令人气愤 他也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事后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通大队 做出责任任命 在本起事故中 肇事司机谢某负宣布责任 结合他醉酒驾驶超速行驶的危险驾驶行为 警方对其处以计分12分 吊销器机动车驾驶证 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6个月以下拘役并处罚金的处罚 而值得庆幸的是 被撞的白色轿车内受伤的孕妇 目前已无大碍 在这起事故中 肇事驾驶人谢某无视交通法规 任意妄为的行为 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文明行车 关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 生命安全和家庭幸福 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在这里 平安365提醒每一位驾驶员 一定要拒绝酒驾 拒绝超速行驶 珍惜生命 平安回家才是归途 2017年4月4日上午 在浙江金华永津高速宁波方向 距徐村不到两公里的地方 张某的轮胎爆胎 于是他给朋友陈某打电话求助 随后 陈某驾车从徐村上高速 将车停在金华方向的应路肩上 在未放置警告牌的情况下 推着轮胎横传高速公路 帮张某轰换轮胎 在此期间过往车辆纷纷避让 险向还生 事后 由于陈某未按规定 在应路肩内停车 当地警方对其作出罚款200元的处罚 平安365在此提醒 车辆在行驶途中紧急停车 应及时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 并在车辆后方150米处 放置故障警告标志